从事烘焙工作的蔡先生 好手艺总能创造出美味 今年一月份左手严重受伤 就刚好后面一台车子过来 然后在我们还没关起来的时候 那个后照信号拍到我的门 然后就刚好从手这样整个夹下去 刺根手指断裂粉碎性骨折增加治疗难度 经过显微重建手术 结合血管神经缝合肌腱 行诊来的时候就是第四指 只有一点点皮粘住而已 它需要跟时间赛跑 你需要先把血管接回来 它那个第四指才会活回来 我冲击我看吗 要握拳了 我没办 局势开完之后我发现我的手 它恢复的状态也六成到八成之间 然后比我预期的还好 抢救断指第一时间要及时止血 低温保存断指尽速就医 千万不能把残指直接丢进冰水里 只怕会冻伤 组织坏死 斜掉的那一端找回来 你先用生理食言水的 湿的纱布把它包着 再给它泡在冰块里面 再带来医院 蔡先生努力复健 受伤手指 能够灵活运作 除了不适合提重物 其他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已经回到职场 继续制作好吃的面包 跟大家分享 大海新闻家一大林综合报道